就是把我們需要的東西,這個範圍的資料帶過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整個範圍帶過來的話,你需要加大瓜糊 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話,不用加 那你想說,我要怎麼去把剛剛的IndoLesser,應用到剛剛的這個公式裡面呢,能夠快速完成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邊有幾個特性,你會發現 在我們的第一列的地方上面,這邊就有個名稱,名稱剛好是什麼,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 你會發現這個名稱跟那個剛剛定義的名稱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只需要怎麼樣,我只需要在這個地方把我剛剛的這個性別 用那個IndoLesser的公式取代一下 那就可以把那個資料給帶過來 所以我們怎麼改 所以第一個,一樣把郵標放在這邊 那建議是先把其他東西先刪掉 好處是向右拉、向下拉 一次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那所以呢,第一個 留下第一個 B2儲存格裡面的公式 其他先把它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郵標插入 點那個V6函數,插入函數 那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改的話呢,特別注意,就改TableRate這邊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式就是這樣 第一個呢,我要取得那個範圍的資料,那我可以用IndoLesser 所以這個可能IndoLesser可能還是要稍微 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插入函數 可能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們用直接打會比較方便 那瓜虎後面的話呢 就跟他講說,你幫我把什麼資料給帶過來 那我把他點下面這邊 讓他切回來 切回來這個畫面,有的時候呢 我會用點下面這個欄位的方法,然後再點回去 那這個時候的話,跟他講說,你幫我抓的那個名稱叫做性別 可是性別那個名稱現在 剛好在上面欄位名稱裡面,所以點一下這個 那你就跟他講說 你幫我抓上面的這個名稱 OK,後瓜虎一下 那他就會幫你去什麼 把性別 找一下那個什麼呢 名稱管理員裡面有沒有性別這個名稱的範圍 有的話呢 就幫我把他帶過來 帶過來之後的話呢 就會把他放到這個參數裡面 那你想說,老師你剛剛不是Ctrl、Shift、加Enter嗎 這個地方需不需要 其實這個地方不需要 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是一個array array的話就是一個範圍 那你不需要像剛剛按Ctrl、Shift、加Enter 所以直接 這樣就OK了 好了之後呢,我們按確定看看 你會發現呢 他就幫我把資料帶過來了 那不過 待會如果假設你希望 其實 你如果寫到這裡 基本上已經快要完成了 接下來 如果我把他向右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的年齡也就是自動出現了 為什麼自動出現 因為你向右拉的時候 B 這個藍位名稱 向右的話 他有個特性 向右拉他會變C 所以這邊會變C 再向右的話呢 那會變D 所以你會發現 向右 把他拉到最右邊 到歐藍的話 假如你的名稱都定義好的話 那一次就全部OK了 那接下來你想說 老師如果向下拉的話 一次OK的話 有沒有可能呢 奇怪怎麼錯誤 跟各位講一下 有個地方可能要需要改一下 哪個地方呢 因為我向右拉的時候 這個B 前面不用鎖 可是問題 我向下的時候 那個1 會變成2 變成3 變成4 會自動加1 可是問題來了 我這邊的名稱不能變動 因為他一定要指向的是 第一列才會是藍位名稱 所以記得 最後你需要多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請你把 B1的前面加上 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把它固定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那個名稱 一律都是指第一列 不會指別列喔 不然的話 像剛剛為什麼會出錯 就是因為指到底下的別列 所以這個地方記得 在B1的前面不要加錢 在1的前面加錢就可以了 好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這個就是 最後 我們今天 做完的結果 有點難喔 所以今天除了 V圖函數 定義名稱之外 這是最最最最難的地方 但是是最最最有用的啦 OK打勾 然後向右 我們來試一下 向右拉 那你把它拉到歐蘭的地方放開 看一下應該沒錯 再快速點兩項 底下有東西啦 如果說你需要 把它全部 一次完成的話 我把它向右拉 把剛剛的東西刪掉 如果你假設你需要一次完成 向右拉 然後在這邊 這個空點上 快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 它其他的欄位 也就全部一次完成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每天工作 就是先下一個公式 然後向右 快點兩下向下 大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事情就搞定的話 你會覺得 好像工作還蠻愉快的 但是你不會的話 可能弄個半個小時都弄不完 這樣相較之下 感覺那個 工作起來的那個氣氛 還有成就感 落差就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 假如可以在這方面精進 我會覺得你工作起來應該是還蠻愉快的 OK所以今天的話呢 最後就是把這個地方完成 然後請各位試試看 主要就是把剛剛的那個 年齡 性別改成 INDIRECT 然後B 記得前面加 E的前面加錢的符號 OK試試看 那今天的那個 練習的部分 其實後面還沒有結束 因為後面其實我們除了用公式之外 我們後面還要再加 樞紐分析表 然後還要再加上那個 這個 VBA的部分 所以 請各位呢先把這個 問卷調查01 瓜糊原始檔這個檔 先把它存起來 那存起來之後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來做 吧 好 ha esh 放入冰箱